老婆多高 我老婆不高 才一米九六 才一米九六 真的两米就不到 两米一起的人 跟一米九六的人 那走在街上 是 好想绊倒他们 你是蚂蚁啊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 心愿是 也算是我们三个人 谁来说呢 我说吧 说说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是 成立一个服装品牌 好 谢谢 来 请问 那你想成了一个 什么样的品牌 以后就穿上 自己设计的衣服 还有自己的品牌 还有他们不好买衣服的 都有 对 对 对 就是定制版 对 是的 来 来 听下四位老师的见解 那我现在 我这个对口 第一 你们要做服装品牌 这件事情 我们是可以帮助到你们的 因为你从品牌的 设计 这个logo的设计 然后品牌商标注册的流程 我可以来帮你们 我自己本人呢 是学服装设计出身的 我也可以给到你 这个技术的支持 包括设计的支持 未来呢 当你们这个品牌 最终做出来的时候 我也希望我能够是 你们的第一个消费者 希望你们这个品牌 越做越好 谢谢老师 很可爱的组合 两个小小的这么可爱的姑娘 却有很远大的梦想 凤凰古城 凤凰艺术年展组委会呢 因为我们有的最多的 就是全世界的 很知名的 很优秀的艺术家的资源 所以我希望如果有一天 你们有了自己的品牌之后 我们可以用我们艺术家的 这些资源从设计上 从很多你们所需要的领域 能够来助理你们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心愿 谢谢老师 我很赞同你们 心愿当中的一部分 感同身受地去理解 跟你们类似的人群 带领着我们这些普通人 去了解你们这些人群 我认为这很重要 人与人之间 就是要互相了解 好吧 无论你品牌是否创建成功 我们都祝福你 如果品牌有了 再来上一次节目 我们帮你大礼宣传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 无论巨人还是秀珍 他们天生备受瞩目 但也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和烦恼 在追梦的路上努力拼搏 愿天下每个怀揣梦想的人 都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目标